为了让我们的山林能够恢复干净的样貌 台湾山林富裕协会 日前在仁耐乡高峰办理晋山的活动 协会执行长表示 因为仁耐乡的山林近日发现被人请到许多垃圾 因此希望从仁耐乡开始 希望借此发起南投爱护山林请进山林的活动 那这次的晋山活动非常感谢南投县的环保局 以及陈一军议员然后一起参与 那因为南投的山区垃圾违法清道的其实蛮严重 包括了农业废弃物生活废弃物以及事业废弃物 那这次我们在雾设的高峰举办了这样一个晋山活动 那也希望借此发起这样子南投的各个山区里面的垃圾 我们进行清零的计划 先议员陈一军表示 这次的活动除了晋山之外 也是希望做一个宣示 希望我们能够找回美丽的山林 感谢环保局协助仁爱乡公所一起来参与这次活动 未来他除了会在议会持续的关注山林垃圾问题 也希望县府环保局针对山林垃圾的处理与防止宣导 能够成为环保局重点工作之一 希望将南投县爱护山林活动成为一个典范 由南投开始 让台湾的山林都可以变得更美丽 为了来做一个宣示 就希望我们能够重新找回我们美丽的山林 而且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支持无恒的山林 来尊重自然的环境 这次也特别拜托我们的环保局 要联络仁爱乡公所 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活动 未来我在议会里面也会持续的监督 希望我们的环保局能够真正把清零山林的垃圾 当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然后也由我们南投县来当做一个典范 然后让全台湾的山林都能够回复到干净的状况 副委长排一圈肯定县府环保局 以及台湾山林富裕协会 办理经商活动的用心 同时也希望民众到山林游玩 请将垃圾带走 不随意丢弃垃圾 让美丽的景色能够保持 善尽国民应有的公民道德 记者陈伟一 原来乡采访报道 你们需要那么多�的